跟着青青转就好一看 大家好 青青来了 这两天天气太冷了 就不出去跑户外的渔场了 来我们天津中环的 幻想鱼虫市场 这个水族馆里面转一下 这个馆里面就各个品种的观赏鱼都很多 但是呢 今天呢 想带大家看一些奇奇怪怪的鱼 或者是神眉比较另类的鱼 带大家进这个水族店看一下 宽尾流津还有大泰式 进去看一下 您好 您好 你这还有防疫人吗 这缸是怎么了 看底下带着鱼卵 水温太高了 缠卵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最缠卵影响水质 对 看这个 金鱼热带鱼都有 虚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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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鱼太怪了 虚鱼 虚鱼 虚鱼是哪个虚呀 三点儿虚鱼 一个寻找的虚 虚鱼 这是属于 这属于就是俄罗斯虚 俄罗斯虚 对 这种鱼就是你要想售卖的话 它有经营许可证是吧 有鱼片的话 它都有经营许可证 哦 这个鱼看起来是比较凶猛的鱼类吧 是 它以小鱼小虾为时 小鱼小虾为时 对 而且是底层鱼 底层鱼 那一般养这个鱼的 它是跟什么鱼混养啊 锦鲤 哦 锦鲤 锦鲤或者龙鱼 最大能长得那么大 哦 这鱼 刚才您说这还是冷水鱼是吧 对 水分 实体度为最佳 但这种鱼对水质要求很严 一般我们扔几家是干什么 嗯 如果它出现死亡 嗯 感觉水质变坏了 哦 可以测试一下水质 对 它对水质要求还比较高 对 它对水质要求相当高 嗯 好奇怪的鱼 河豚 捉小鱼吃 这河豚属于肉食性的 对 不是肉食性的 哎 鼓起来了 哎呦 天呐 这是刺 不是刺 那就是跟刺一样 一毛嘴就怎么了 想咬你 哦 咬人 这次糊起来了 对 太好玩了 但是这个人家说不能总拿出来是吧 对它有伤害 不能拿着它糊起来 对 这条洒洒气 我以前在外边看见我这种鱼 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鱼 学名 腌脂鱼 然后一般热水鱼馆把这叫做一帆风顺 哦 监制鱼 对 大的鱼 这还是小鱼 大的鱼 是上半虎是这种青灰色 灰黑色 嗯 下半虎是小红虎 哦 那这个鱼刚才您说是哪 是咱们长江里边 对 这是咱中国长江鱼 这是中国特 特有的鱼 鱼种 它也是一种冷水鱼 对 现在已经归纳到食用鱼的饭头之内了 归纳到食用鱼的饭头之内 对 那咱们这个食用鱼箱里边养它 是跟鱼鱼放在一块儿养 嗯 这个鱼和鱼用来是什么 跟鲸鲸鲸鱼在一块儿养 这鱼体气温顺 哦 它是比较温顺的 对 而且它 而且是 它是以底胎为主食 哦 它是不是也有看着这样 长的样子就是 它就在底层待着的呀 对 它在底下的 它以底胎和底料为食 嗯 我们拿这鱼是干什么嘛 嗯 用来测溶氧 测溶氧 溶氧要低了 这鱼鲸鱼 哦 这个鱼是高氧 啊 对 高氧 是标准的高氧鱼 我觉得一般他们说那种原生鱼啊 或者是这种 就我们江里面也都是那个需要高氧的 是吧 对 就是水溶氧如果第一堆二点几的话 它就很不住 一般我们养殖时候一个盘里扔个四五十条 嗯 就是粘涉水溶氧 哦 如果看这种鱼飘了 嗯 证明是水水溶氧是严重不足了 哦 特别是主要听夏天 好的 它在养殖场里面可以作为养殖的工具 使用 对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要是有大的那个水溶箱的话 比如说养泰师或者流金的话 可以加一条放在夏天 可以 可以 这个东西不咬鱼 很温顺 哦 我去咱们长江那边的 是啊 好了 那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到更多的好鱼 记得点个关注 想了解什么鱼的品种 或者想看看关于什么鱼主题的视频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发私信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再见